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下午在公司划推特的时候 突然看到官方公布说要跟初音合作的消息 他有专谈了一下,吓到 这个比什么结霸让我感兴趣多了 所以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次的合作资讯 你给我严格来说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龙族了 第一次出现是在那个 新卡丽尔的合作中出现的 而且是限定日本的活动 所以港台的玩家有部分可能没有接触到 连舞也没有 不过那边是叫发音 真的要说的话也算是两只完全不同的角色 这次的米古合作呢 目前听起来是只有两只角色会出现 就是米古和鲁卡 而且也是以混在神技转弹机里面出现的形式 听说这个方式跟隔壁很像 不过我没有玩不是很清楚 但我其实已经可以想象 这个抽起来应该也是蛮可怕的 我们来看一下角色的性能 米古的话呢 4个10C 超绝贯传 这个时候就蛮希望那个10C可以合在一起 给一些其他的决心 火力就小高 超绝有额外10C的话呢 才比较能够打超重力的关卡 技能是全版面的解锁 并成回复 并且称成米古两个字 这两个字的称成呢 就像图面上的形式 确定的10C版面或是双贯传的数量 CD是4 意味着需要额外的角色来补助 不然如果是队长的话呢 蛮容易会无法触发队长的技能 队长是三色同时攻击 77-8减伤 3C 10C以上攻击力上升最大60倍 但要有20C 是一只大版面前提的角色 现在又有那么多减combo数的敌人 感觉最大倍率不大好发挥外 要一直转移有点累 不过既不是变身角色 又不是进化技能 整体看起来蛮强的 短CD交换队长也很方便 就算好友不搭配有顾伤的 用完密库的技能呢 也一定有追打的行猪 是一个还蛮想玩看看的角色 而且还没有说完这里才是重点 他的队长技跟下个月的兑换角色 根本超搭吧 只要有两只就能够确定生成指定色 看来是绑在一起玩的搭配 再来是Luca Luca的话呢 7C为主的狐狸 觉得有点太低啦 其他超觉醒有更好的选择 技能是全版面的解锁回复生成 火和暗的音符各一个生成 生成的样子呢 长得像画面这样子 一样哦 确定的版面10C 或是双贯穿 开技能后的倍率是243倍 蛮高的 队长是消除回复的话呢 有3倍 故伤100万 8C以上 77%减伤 感觉也是大版面前提的角色 倍率的掌握也有点困难 其实我从以前就很讨厌 一定要消回复的角色 我都觉得火力很难出来 目前乍看也是一只火力 小微妙的角色 但如果是大版面 又能够确保回复生成的话 感觉情况又有点不大一样了 同样哦 这只角色 也跟下个月的队外角色 根本是配成一队的 这怎么看啊 都是官方设想好的组合 同样指定色的生成 还能够作为解继承 无效的队员使用 两只乍看下来啊 撇除能不能当一线队长这个问题 我非常喜欢这两只角色 都很有合作角色的性能感 而且两只啊 分别都有BGM哦 也让人蛮期待 不知道是什么歌 合作是月底就开始了 刚好又送石头 所以大家这几天 记得存个石头 打个6100万下载的挑战 准备来抽抽吧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 在这边改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